少女女 师傅 这个 我们这个冰箱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你这个 你福利洋都泄露烦了 年代太久了 我给你加点福利洋 你还能再对付个好几年 你确定就是福利洋的问题啊 要素机没坏吗 我怎么没听见 这个冰箱启动的声音啊 这声音是音的 不过很轻 日本产品对吧 它不比我们中国的 走一打 你启动一下跟开火车似的 可不能迷你放炮了 要不然怎么说 人家领导世界潮流呢 对吧 不对吧 我们家这个冰箱啊 平时启动的声音 就跟开火车一样 你确定这个压缩机没坏吗 您要是不相信我 我也没法子 我这一天要修几十台呢 你这一天要修几十台呢 你这小毛病我还看不出呢 你看 这冰箱才插上十几分钟 这里面已经有冷气了 你不信你手摸了吗 有吗 好一点 先就这样吧 有事呢再给我打电话 没事吧 那你们有没有维修保测器啊 有 这个全国统一保测器三个月 有什么事呢再给我打扫那个电话 对了这个加副粮两百块钱 好 那两百块钱 手都没上一身就两百块 太贵了 阿姨啊 你怎么老是不信任我们呢 我让加副粮是要成本的吧 我让检查的费用 路上来会跑来跑去的费用 你让两百块钱省得买菜 新的电冰箱了 你这多划算呢你 给钱给钱 好好好 好好好 两百就两百了 来来来 你 好 来来 副粮 コンボ 好 走 有点好 能不能跟人去吧 我求你了 老婆 你别碰我啊 爸 你听我说 你知道我吗 我来找我干活你 你就别喊我了 你私底下怎么都行 我给你当牛做马 你关上门 我拖着你在屋里爬到 明天早上都没问题 你当着他面 你给我点面子嘛 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下次他要是再敢直呼 我的名字让我干活 我请他立马走人 这儿过了啊 本来嘛 家里的活他爱干不干 没谁请他干干干嘛呀 不要每天我一回家 又捧心口又拖药给我看 奔六十的人了 装什么西石呀 他不干拉倒 没谁请他干我说过了 放在那里 我想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干 我想怎么洗衣服 就怎么洗衣服 用不着他跟我说 说这件要收洗那件要干洗 我洗衣服的方法 就是放在洗衣机里脚 因为我没时间 我一天上班九个小时 我来回路上三个小时 我晚上还要写文章 赚外快养家 他想把我累死啊 还有 我自己买的衣服 每一分钱都是花的 我自己的血汗钱 没问他要过半毛钱 他老人家有什么资格嫌贵呀 他儿子你 你挣的钱 我作为你媳妇的话也是应该的 他有什么可难受的 没来的一年半时间里面 你跟着我我动过你吗 我让你饿着了吗 家具坏了吗 衣服坏了吗 家务和我一个礼拜干一次 好好的 就算如他所料 衣服坏了 家具住了 这个坏了 那个坏了 我买新的 我有钱 我愿意 明明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搞得我现在没地方住 一想到回家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一想到回家我就恶心 麻烦你去跟他讲清楚 两万块钱 我尽快还给他 我哪怕不吃不喝 我去新天地陪酒 我也凑两万给他 请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他什么时候走 我不知道 女儿 女儿 你 我一直对你抱有幻想 我觉得 可你一点没有脱离小市民的气息 你跟你妈一样 怎么什么脏话都说得出口啊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 你那是屁话 我告诉你 婚礼娟 第一 你不要把自己董同为妓女 你觉得这样光荣吗 第二 她是我妈 她把我辛辛苦苦抚养这么大 我现在孝敬她那是应该的 第三 你是我老婆 也就等于是她半个女儿 她说什么你就得听 你以后当了婆婆 你也常常受媳妇气的滋味 第四 她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问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你如果再让她生气的话 我要你好看 好 那我也给你讲四点 第一 没错 你妈是养你了 但她没养我 所以你报答她那是应该的 我报答她那叫勤奋 明白吗 她没权利支持我做任何事情 第二 我 不会为你们家传宗接待的 因为你爸妈已经把我弄怕了 所以我根本不存在被媳妇气的问题 第三 你听好了 如果我真的有孩子 我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我儿子幸福 我不会在我媳妇家惹事生非 无中生有平地添乱 我要是在我媳妇家待着 我就老老实实看我媳妇脸色 不该说的我不说 不该做的我不做 免得我把媳妇惹生气 媳妇一脚把我踢出去 第四 你要是真把我逼急了 我现在就把你妈轰出去 我倒要看看谁让谁好看 我倒要看看谁让谁好看 行了 九二 你 你喊 你求你了 我 我太难了 你是 哎呀 你看我面子好吗 你看咱 咱那个小家的面子上 你 你给我妈一个笑脸 我就把我一个笑脸 好吗 哎呀 求你了 我说不愚脸 我实在忍太久了 我不喜欢你护你妈的样子 真的 我实在忍太久了 我不可以这样护她的 你让我心里好难受苦她 你让我心里好难受苦她 我真的好委屈的 雅萍 好了 你起来了 我答应你 你 我以后尽量不跟她翻身 成为童童好了 睡觉 李妻儿恪守承诺 不再跟我妈着面冲突 但不冲突不代表归顺 不代表忍其吞声 不代表妥协 这只是面对历任当头 采取一种走偏锋的方法 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丽娟开始有家不能回了 她也像其他有婆婆 或没婆婆的婚龄妇女一样 一到临近下班的时间 就开始四处打电话 约饭局 并将以前认为 没时间做的事情 通通都安排到 业余时间表上 尽量减少在家待的时间 喂 我呀 妈 晚上有事情吗了 喂 妈 我是丽娟 麻烦你跟雅兵说一声 我不回来吃饭了 好的 好 再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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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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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点声好贵的嘞 我们吃点别的好不好 这都十点了 还不回来 大妈 大妈 这个妈字 对丽娟而言 已经不代表任何感情色彩 或家庭关系 完全跟出去买糟点的时候 喊人师父 或在办公室里称呼流边一样 他就是一个称谓 这个称谓引不起这个字 本身应该具有的尊重和爱戴 也谈不上反感 反正对于每一个人 总要有特定的称呼 否则你无法与别人交流 妈就是一个称呼 小胡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拜拜 喂 喂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我也陪你稿子要写 不是 喂 我现在觉得硬和软 是一种相对状态 一个男人 在自己心目中 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的时候 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 是绕树的盘腾 逆着不肯下来 而当这个男人被母亲罩在伞下 每天被换着 我儿长我儿短的时候 就会让我觉得这个男人 脱着鼻涕 穿着开裆裤 非常的可笑和软弱 一点也不能引起我心里 对雄性的仰慕 可雅萍还是以前的雅萍 有时候我也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 要求太过分了 挺好的啊 挺好的 那怎么收费呀 我们年卡四千五 然后月卡是五百 那我就先办三个月的吧 三个月 是丽娟给我爸妈设定的 居住期限 也就是她决定 不卑不亢忍耐的期限 回来了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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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来 来 来 你说说吧 嗯 这么多天了 几个碗还刷不干净 还摔一摔 打打的 拉着帘子 这拉帘给谁看呢 我这个当妈的 又擦地又刷碗 还给她洗内衣内裤了 我叫她刷几个碗咋了 还记仇了 行了 你少抽点吧你 来 来 来 老王 你不要开门啊 关门啊 开门啊 关门的 里面有一点点冷气 都让你放跑了 我怎么感觉它不凉呢 它不是讲了嘛 要过一个阶段再说 都过了一个星期了 它还是不凉嘛 那就等到明天再说嘛 蔡 你在干什么 这么新鲜的猪块 那你怎么要把它倒掉 就是啊 你 那 那你叫我怎么办 又没有冰箱 我把它放到哪里啊 那要不然我 我们现在把它吃掉吧 我倒也吃不下了 早知道这样了 我晚饭就不吃了 把菜多吃一点了 妈 早知道吗 我饭也不烧来 因为一会儿啊 我还把饭倒掉呢 哎哎哎哎 哎呀 等会儿它凉了 就不去开放了吗 爸 我敢打赌 我们家这个冰箱啊 永远不会再凉了 我困了 我想吃 不想说话 是维修中心吗 哎 我是前两天 你们来修冰箱的那家 我这个冰箱啊 一个多星期了 不治冷啊 你们是不是派个人 来看一看啊 什么 休息 那什么时候可以来呢 下星期二 那 那这两天 我们怎么用呢 莫名其妙 爸 你是不是打算 要等到下个星期二啊 我敢打赌 到了下个星期二 你都找不到他们的人了 你呀 总是把人家想得那么坏 人家维修工程不休息啊 如果能花两百块钱修好的话 那总比花几千块好吧 爸 那什么能省 什么不能省 您还不清楚啊 那冰箱已经用到极限了 你怎么延长他的寿命啊 好了 好 我不说了 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中午吃速冻水饺 我下去买现成的 你们要吃几个 自己报个数啊 不能剩下的 如果剩下倒掉 那就更浪费了 好 雅萍啊 你毕娟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跳槽去了 不回来吃饭 咱甭等她了 二三三 侧点打开 五六七八 现在可以吗 再来两遍 好 她不好 不回来吃饭 咋也不说一声 那饭还做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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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她那个 她跟我打电话 我忘了跟您说了 没事她还不健身吗 这老人可真够难当的了 这老人可真够难当的了 你说我呀 这饭天天就为她做 我就想啊 应该给她做新鲜的 可口的 那个啥 热乎的 人家根本不稀罕 一眼都不看 这两天不回来吃饭 我就想 可能又不合胃口了 换吧 不爱吃那个肉炖白菜 咱换肉炖土豆 那个不愿意吃干的 咱换西的 还是不行啊 这顿饭就是不回来吃 就是不炒面 咋都不行 你说 我这婆婆当的 还真够窝囊她 一 上次转身 转身抢一抢 再来两遍 五 六 十一位字幕打开 一 一 二 上次转身 抢抢 你俩那老兵自己过不去呢 踏实参加健身班 跳操 那健身又不是什么坏事啊 见啥身呢 家里这么多活 多多少少干一点 不就把身见了吗 还有上外头见去吗 在家不就把身见了吗 还啥 运动 减肥 你少吃点肉 多干点活 我看啥都有了 她呀 就是不发钱难受 你也就护着她 都是你惯她 一点人样都没有了 目中无人 好吃懒做 你说我当老人 咋说呢 咋好意思说呢 你一个大男人 一句都不说 哎 这个家 就是旅店 我呢 就是那个 不要钱的 贴身服务员 她 你说我咋伺候她 嗯 那衣那裤啊 都尽心的给她洗啊 可是我就换不来 她叫一声骂 你说今儿早上起来 她从楼上 登登登登的下来 对着那个鞋箱子 那声就跟蚊子似的 喊了一声骂 要耳朵背的 根本听不见呢 我在厨房呢 你说你对着那个鞋箱子 那喊谁呢 啊 以前呢 我还夸她 我说她 笑么磕的啊 笑啥了 她对谁笑了 上外的笑去了 回来 就拉了那个驴脸子呀 我欠她的我 是 答案 再说 好 就是 你的 周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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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儿回来了 嗯 其实等你 累吧 嗯 你说这健身也得适度啊 身体哪儿受得了啊 不行了以后还是回家吃饭吧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 又被你妈洗脑了 没有 我不是那样 不用解释了 我早就跟你讲过 这个家现在是你的不是我的 什么时候你妈走了 什么时候我回来了 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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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萍 我实在盯不住了 你可赶快救救我吧 怎么着 李娟容不下咱妈爸 不是 是妈容不下李娟 你不 哎 哎 他就是太勤快了 他嫌娟懒 现在两个人都没法 在那儿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哎 姐姐你这么着 你赶快想个辙 你把二老接过去 好吗 我求你了 好吧 让我想想 谢谢姐 哎对了 你千万别把我给卖了 啊 别让二老知道是我出的主意 放心吧 行 行 行 喂 您好 哎 啊 王启东 哎 有 有这人啊 哎呦 王教授 王教授他下班了吧 要不您明天再打电话吧 啊 啊 您是常宁公安分局 来 王教授 王教授 啊 啊 我找你 您 喏 这是电话号吗 哪里 公安局 什么事啊 到底是出什么事吧 接电话呀 这点神经病 谁呀 关华呀 啥事啊 咱家的姑姑啊 家里的孙子生病了 啥 我马上就回去 好不好 妈 妈起来啦 哎 呦 这么丰盛 过年呢嘛 你多吃点啊 这还有呢 别整了 冲晚饭了 来 给 来 来 咋了 大早上起来 喝一口气 嗯 妈怕我走了 我还是遭罪呀 说啥呢 说啥呢 你有什么事啊 有事你跟我说 你没啥事 亚萍啊 嗯 妈跟你说个事 嗯 我这两天跟你爸回去一趟 家里没人看了 你老婆家出事呢 我回去安置一下 马上就回来 好吗 不是您就才来 儿子都没空陪你好好逛过呢 咋说说就走呢 咱那老家那家也没啥出钱东西去 没人看就没人看吧 啊就这么定了 您就再住几日子 我这有空跟你好好逛逛啊 逛啥呀 你在这儿留我家了 妈以后常来 就住这儿 还逛忙啥 我想啥时候逛啥时候逛 你说是吗 那行 那到时候吃点凉了 我再给您接过来啊 好 妈 早 我吃饭了 妈我也走了 咋不及了 你再多吃点呗 哥 我妈要走了 真的 妈 怎么说走就走啊 不再多住几天了 这不是妈 家里有点事得赶紧回去 娟儿 妈这走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 那没关系的了 以后你想来你就来好了啦 我先去上班了啊 你吃点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啊 老刘 老刘 一大早就交换 像小蜜蜂一样的去喽 真的呀 喂 不要美了好吗啦 都二户了你没给谁看呀 干嘛呀 你像没妹子不行啊 好骗子 好骗子更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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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彩票中奖了 比你中奖还厉害呢 我不要走了 真的 我特意的笑 我特意的笑 喂 我呀 哎 我跟你讲 你下午有空不啦 好疯狂啊 什么事啊 都是这样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快快快快快 你还没跟我说怎么回事呢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你告诉我说说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我婆婆要走了 六十块 不咱们找个地方 好几乎 自首了吗 失货心事 我是协助调查的 怎么说我自首啊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说话 你是王启东 是 是 昨天找你来 怎么没来啊 来了 你不在啊 所以今天一下课我就赶过来了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不是协助调查吗 出什么事了 小红你认识吧 认识 认识 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 什么 卖淫 真不可能 她说她是学生 给我看过学生证的 干什么干什么 坐下 你知道不知道 在中国 卖淫嫖娼是违法行为啊 没有 我没有 我和她在一起就是喝酒聊天啊 就一次 两次 还有一次是喝茶 就喝酒聊天那么简单 你没跟她上过床 有过性交医 没有 绝对没有 我 我不做那种事情的 那种事情很耗费体力的 我身体不好的呀 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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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用你的身份证 到白洛宾馆开了一二一五房间 身体不好 你还给她五百块钱 合了半天 你是开慈善机构的 你知道你身体为什么不好吗 就是因为这种事干多了 我确实是什么都没干 我 好了好了 你也别狡辩了 你这种人啊 我们见多了 表面上道貌岸然 骨子里面比谁都肮脏 打着人民教师的旗号 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让你家里人 送五千块钱罚款来 你们学校 我就不通知了 这么堵的呀 要不然我们两个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回去吧 我看你啊 你赶紧回去吧 等过两天你婆婆走了 你晚回去就晚回去了 你要是今天再晚回去 她肯定认为你天天也在外面 兴许一心疼他儿子啊 他就改变主意了 要道理 好 信忍过这两天 走 搭地铁回家去 这个字写怎么歪歪扭扭的 你肯定直一点呀 阿菜啊 好像天要下雨了嘛 启东今天没有带伞去 你给她去送把伞吧 不然回来的话 就变成落汤机了 妈 她多大的人呢 她说外面下雨嘛 她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 然后再回来 那你看我刚洗完澡 那我要是出去给她送伞 我不去乘落汤机了 再等一会儿啊 马上就回来了 你要去接电话 等会你妈妈看见了又吗 走走 哎呀 喂 哎 对对对 啊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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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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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启东来的电话 他在哪里啊 那 那是谁的呀 谁啊妈 怎么了 啊 啊 藏 藏银区不安分局 藏银区不安分局 他能和我们家打什么电话 哦 是不是启东出事了啊 啊 他是不是被车撞了 哎呀 也不是的 哎呀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 他他他他们说 他们说 他们说 说说说说 哎呀 哎呀 说他嫖娼给抓了 哎呀 哎呀 哎呀我们的 带五家破棄书记 什么 他 他 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啊 他们说那个人叫王启东啊 哎呀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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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一下 喂 那那那是那个长营区不安分局吗 我想问一下啊 你们那有没有关注一个人叫王启东 他 他是叫王启东啊 哎呀 同事人你肯定搞错了吧 他这个人是很 什么 俗 修祥 我告诉你们 我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哎 你们让他们他们死在里面好了 你们把他拉出去撑 我闭了好了 啊 到底是什么回事啊阿赛 啊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你 你那个好儿子干个好事 有毛的脸都丢尽了真是 啊 你到爷爷奶奶房间去读书 把这医生把这树杖都听 把门关起来啊 把你两个儿子都塞起来 哎呦 什么事情闹这么大动静 又爸不能好好说吗 下梁都争下梁歪 你教育的好儿子 还等我是这么回事情 什么事情还没弄明白 已经虔诚的老头的一片棒 到底怎么回事嘛 到底什么事 你儿子嫖娼给抓起来了 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那公文集的电话 都打到家里来了 我不管 这是你们家自己人的事情 啊 我马上带着健健走 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我会困扰了吗 把菜 把菜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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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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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呃 马上打电话给秦楠 让他扛过来一次 啊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哎呀 啊 啊 啊 拿来了拿来了 多少 就这两千块了呀 你看哦 哎 不够的话 再去取点了啦 当然不够了 肯定要去取的嘛 干嘛去换衣服啊 家里这么大事情 总要跟我去看一下的嘛 哎 我看 我还是不要去了 什么 不是啊 你想啊 我要去了 嫂嫂看了多难堪 哎 再说了 你哥哥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毕竟又不光彩喽 哎 你一个人去吧 哎 好了好了 哎 那我去给你拿衣服啊 什么事情啊 我避免 urde hurting 医生咋又买呀 多少钱啊 三十六 打折的 三十六啊 你看看 这不错呀 这又便宜质量又好 三十六啊 我给你三十六 你去给你冠华姐买一件 你说我从上海回去咋的 也得给归你在这医生的 这也挺好 嗯 到底是教授啊 通篇下来 通俗易懂 找出一个错别字来 我这都多少年了 没见过一个这么有文化的 我说 你这水平写点什么不好啊 非得沦落到写交代材料 下次要吸取教训 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不做 这个 你的签名落款呢 写上 这儿 这儿 没 笑 三百六没了吧 你仨回事 技术含量好不好啊 你说的一百三十六 人家也能信 三十六包装何钱都不够 是 老大 你别不讲理啊 是你让我抹掉一个零的 一百三十六我都没敢说 在我眼里 你妈只要是这个 上了三位说 那就是 会觉得我是 这个刘文彩战是大女主道的 幸亏我反复了 三十六 要不然的话 我 我拿他三十六 他还得说死我呀 可你得这么想 人现在只面临三十六百钱的人情 人可不着急衣服值三百六的钱 那不是给你姐姐吗 又不是给外人 我现在对李冠华的感激之心 那有如滔滔浆水 延绵不绝 三百六五的钱 钱不够 我看你家 他们谁都去 但这事我一定得明天 亲自打电话告诉我姐 否则她真把这衣服 当地摊货穿 小气的哟 还你姐呢 跟你妈一样 小气的 那 反正我在这件事情 我是功臣 四十六十六 妈 起来 你来了 没事没事 有我在呢 我嫂子呢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还说啊 要带着嫩嫩离开这个家 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那都是气话 对啊 等会说现在怎么办呢 这钱我带来了 家里有多少啊 哪都带上 门有什么需要打点警官的 好 待会儿啊 我劝点嫂子跟我一块儿去 好 她毕竟是我归的执席亲属嘛 好吧 算了算了 不要着急嘛 你去 嫂子 我是齐男啊 把门开下吧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这样咋咱们想办法呀 先把我都弄回来 你再收拾他 嫂子 你再收拾他 别急 别急 阿蔡啊 阿蔡 你去把门开开吧 看在你跟启东 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看在启东 他是奶奶的爸爸的面子上 你就去救救他吧 阿蔡啊 嫂子 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能把一伙哥是被冤枉的呢 对不对 要是同名同姓 搞错了 说你们夫妻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他呢 你要是真是生气 想打想骂 你敢见回家里来 你想怎样都可以 你把他一个人留在派出所 多可怜 他也得有话都没得讲 阿蔡啊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啊 你说一句话嘛 阿 你是不是要妈妈 给你回家来啊 都好 妈妈今天就给你回家了 好 好 好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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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